欢迎回到师兄偶约 今年本地多位运动员在各大体育赛事表现亮眼 也成为了过去一年里备受关注的新闻人物 是 那今天什么访谈我们邀请到的是特别出色的乒乓运动员 跟我们分享他在过去这一年来的情况 以及在本地我们这个乒乓运动发展的看法 是的 首先来欢迎的就是在今年宣布退役 目前是担任新加坡乒乓总会少年发展联队教练的于孟宇 欢迎孟宇 你好 哈喽 两位主播你们好 好 我们现在见到孟宇要称于教练了 在上个月我们知道孟宇会颁了本地年度最佳女运动员奖 能不能先分享一下过去这一年来 你自己从球员到现在成为教练 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首先很高兴能获得这个奖项 那这个奖项是属于每个为乒乓球默默付出的人 那没有他们的支持与付出 那我也无法站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 那其次呢 从运动员转换成教练 他其实是完全不同的这种角色吧 那运动员通常更看重激战术和成绩 那教练员则需要考虑的更多 那比如说球员的技术啊 心理啊 健康等各方面都是需要考虑到的 那这也是形成有凝聚力以及战斗力运动团队的前提 是 刚才孟宇提到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体育赛事 不单单只是运动员自己的这个功劳 但背后还有很多像是教练啦 有时候你的训练师啦 营养师等等 现在孟宇也是成为联名教练 目前是负责培训9到12岁的球员 小学4年级到小学6年级 你觉得从球员转为教练 你碰到最大的困难或者是需要适应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从球员转换成教练最大的困难 我觉得就是教练和运动员完全是不一样的 运动员则需要考虑的更多的是技术和成绩嘛 那教练员则是需要考虑更多运动员各个方面的 比如说他们的心理啊 技术啊 健康 这些方面都是需要考虑到的 是 尤其是你现在这样子转换了一个视角 尤其是之前你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面 已经可以说是累积了许许多多的经验 你现在看到这些年轻运动员 你觉得说他们需要经过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可以在心理上跟技术上做好面对世界的准备 我觉得其实本地有很多有天赋的小运动员 那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呢是需要他们有 要有正确的这种训练方法 那方法正确了其实很多事情是事半功倍的 那其实第二点呢是需要家长的支持和运动员资深的这种努力吧 那100%的这种努力那其实也是他们的进步的基础 那通过运动员和教练员共同的努力 那我相信我们也可以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本土运动员 刚才你提到说所谓正确的训练方法 我们可能一般大家的直接概念就是正确的训练方式 意思就是需要吃非常多的苦 请问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吗 有没有什么误解 对其实是的 因为他们都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受我们的培训吧 那所以说那他们正好是在打基础的这个环节上 那所以说希望家长啊 还有运动员都是要百分之百的这种努力吧 然后他们才可以一步一步走上青少年队 甚至是国家队 相当不容易这过程 是那其实孟宇在负责的就是9到12岁嘛 你觉得就是在这段期间或者是之后或者是之前 他们小朋友这个他们的训练有哪些方面不一样 训练有哪方面不一样 因为可能我是从国际赛场上下来的 那我现在接受培训的这些小朋友 他可能都是从基础上抓好 可能目前只是在练基本功基本的能力 那可能至于像在国际比赛大家所看到的这种技战术的方面上 可能目前还不太能运用上 但是我也通过我的一些经验吧 来给他们灌输这种这种思想上的意识 对然后可以让他们尽快的成长和进步 在退赛之前其实孟宇她有受到很多这个伤病的困扰 想问一下孟宇目前你的这个身体状况都已经康复了吗 这个问题可能是令我比较伤心的话题吧 那我的腰伤和我的颈椎呢 在这些伤痛是无法恢复的 那也就是说他们会一直伴随着我 但是呢我也会以一个开朗的心态吧 然后积极的去配合物理治疗以及中医治疗 那让这些伤病不再持续的恶化下去 我知道对很多的球员来说 第一很多时候一些小小的伤势是免不了的 第二任何长期的伤势基本上会影响到你整个人的行动 还有甚至是这些可能你习惯的这些打法 你自己在心态上一开始是怎么样调试 然后同时愿意接受这些治疗的 其实在当运动员的时候 我调试的一开始不是很好 对然后尤其是在伤病的过程当中 会有一些沮丧啊 然后会有难过 会有就是很低迷的这种情绪 但是通过就是反复的这种受伤吧 那可能就是锻炼出我这种坚强的抑制品质了 然后我也去慢慢的就去接受它 然后就把它变成我平方生涯当中的 一部分了 嗯的确 这个时候呢当然哲宇也在线上了 哲宇想再次请问你一下 在刚过去的这一年来 你是怎么样的去评价自己今年的表现 有达到你预期所设的目标吗 当然今年所参加的比赛取得的成绩 其实也有比较满意 还有也有比较不足的 然后就是自己也发掘出 还有提升和进步的空间 然后就是希望接下来能继续的努力训练 然后打好明年的比赛取得更好的成绩 当然你被视为这个土生土长的本土球员 这样子的一个称号 对你来说是否会感到格外有压力呢 其实也不算是压力吧 然后主要就是自己也想 就设立一个好的榜样 然后给我们年轻的球员 然后去以我的表现和成绩去激励他们 也取得就是也一样跟我一样 继续努力然后取得就更优越的成绩吧 为新加坡而且为自己也是 是我们其实也常提说这个专业的运动员 生涯是十年磨一剑 而且很多的干苦呢 只有球员自己本身才了解 刚才我们跟孟宇大概提到了一些 就是自己受伤然后康复的过程 我就要说哲宇你之前在肩膀手臂背部的伤势 好像也困扰了你一段时间 能跟我们大概分享一下吗 对因为就职业运动员 就是长期这种高质量的训练比赛的对抗 就难免身体上都会有一些就是伤病问题 然后自己今年就是可能比赛也比较多 精彩也比较忙碌 所以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伤病的困扰 不过这也都是就是运动员要承受的吧 然后自己主要还是就防止好伤病 加强体力 然后希望就是慢慢能进步 然后少受伤 所以在比赛的话可以就是更好的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不要受到伤病的限制 之前我在跟哲宇聊的时候 他说他一个星期需要训练六次 所以是相当的辛苦的 那对于这个哲宇你是来自个乒乓球世界 父母都是跟这个乒乓球非常的有有有有有关系的 从五岁就开始打球 你对于更多想像你这样子的加入这项运动的小朋友 年轻朋友来说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给他们呢 对 当然我也是从父母的影响下开始学习乒乓球 他们都是全国家队选手 然后就是他们也给了我很多就是鼓励和指导吧 然后我就是觉得想从事这个打乒乓球的话 主要还是得靠自己的兴趣不断自我提升这种就是信念嘛 然后当然也有家人在背后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看来这个从家里头要从小就培养运动员 直接在家里摆个乒乓球是个挺好的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今年啊这个明年啊 很快的我们知道所有的赛事先恢复了之后 各个不同的比赛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请问一下两位对自己主要设下了一些什么样的目标呢 孟宇先说吧 明年 明年我的主要目标呢还是自我的提升与完善吧 那希望有机会可以通过系统的学习来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 那其次呢也是配合物理治疗和中医治疗 那让自己的身体状况会更好一些 是 也希望说你很快呢这个状态可以完全的恢复 那哲宇呢哲宇你又为了明年设下什么样的一些目标呢 那明年的比赛也很多吧也非常重要 比如说五月份有东南亚运动会 然后十月份是亚运会 这都是比较重要的比赛 包括其他有各个大大小小的赛事都得需要去拼尽全力吧 然后只要希望明年还是能不断的就是进步和提升自己 包括世界排名啊 然后在这些比赛中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是的 不管是培育下一代的球员也好 或者是继续为我国出征赛事也好 也希望两位可以继续的为国争光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的分享 谢谢 好我们下段节目当中来看一看冬至其实很快就要到了 吃惯了热腾腾的汤圆想来点新的吃法 可以如何自己在家里动手做呢 如果不想摄入过多的热量 可以利用哪些食材来替代传统的馅料 锁定广告后的生活小学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